今天來到了台中北屯區 如同我們在台北的陽明山 今天來到了台中的陶蘭左岸蔬食料理 而不是素食料理 跟著泡泡的腳步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裡的環境看起來非常的明亮 而且空間又非常的大 看到大家都在吃午餐 我也要來準備用我的午餐了 來加一下 加的滿滿滿 看起來好多喔 大家一起來看看我今天的午餐重聖吧 好好吃喔 這跟我平常吃的小麻花不太一樣耶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而且人家長得清爽了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吃食主人 陶蘭媽歡迎 大家好 泡泡好 歡迎你 我剛剛吃到那個小黃瓜 覺得好清爽喔 那是我們民雄一個荊棘工廠 它裡面的一個荊棘醬 這樣加下去以後它整個口感就不一樣了 對這個食材的方面 我是特別希望說能夠找在地的 那在地沒有 然後起碼是台灣的 那你要不要再試試看我們這個大陸山的地瓜呢 好像是起食還是乳酪之類的 就是把兩個搭在一起的話它會比較滑順 試試看我們這個盤子在地的馬鈴薯 馬鈴薯達人銀班長所研發出來的 吃起來會有淡淡的人參味 口感是很綿密的 對人參好酷喔 還有這個蛋 彰化的農場 每天出場 它都會有經過檢驗 那這個的話 你吃看看 是用紹興酒下去做的 是啊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台灣 目前很被討論的紅梨 而且我們是選擇我們台東信封農場的 其實我們很多菜都是一些創意料理 像紅酒做的蓮蓉 吃了會愛上它 好脆喔 而且它是涼拌的 是啊 這個是寒天捲 沾一點我們特製的塔塔醬 我覺得我的胃農 在我們店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你一般的這些食材你都看得到 可是我們師傅會用不同的料理方式 讓這個食物有不同的面貌呈現 像比如說這個白蘿蔔 炸蘿蔔 對 炸蘿蔔耶 對 而且在冬天的季節吃這個蘿蔔 可以吃到它的清甜 有幾道是新的春天的菜 像這個蔥跟小番茄很甜 那還有這個藝人 春天的話要是排毒的季節 這個是很熱門的香草系列的煎蛋 自己種植香草 那我們會把這些香料來入菜 香料皇帝豆 我們還有許多麵包類的 對呀 用紅梨跟荊棘下去做的法式麵包 所以客人常常吃了以後 希望我能夠再賣給他們 我真的荊棘會耶 是啊 荊棘真的在裡面 這個是小食控 它是用荊棘做的 這個是用鳳梨 抹茶底干 抹茶蛋糕 海苔小餅乾 這個很特別 來你試試看 蜂蜜燕麥堅果餅 全部都是我們師傅自己做的 而且不過很甜 是啊 對啊 來吃飯呢 一定要有燙餅 這個好像很好喝耶 好清爽 而且有土玫瑰味 它是裡面有玫瑰花 有百合 然後有蓮子跟木耳 為什麼我裡面沒有看到肉啊 是啊 因為其實啊 蔬食啊 並不一定是等於素食啦 這家餐廳最主要是為了一些 原本不是吃素的人 可是他喜歡吃蔬菜 來做這樣的菜單的設計 那吃了這麼多蔬菜以後 好不好你有沒有覺得說 如果來給你一碗 這種好喝的排骨湯啊 那你是不是會覺得很滿足呢 好小讚喔 我們當然也有專門為素食者 設計另外一種湯品 味噌湯 味噌湯 不吃五辛的話 可以不要加蔥 紫恩爸這是什麼東西啊 啊對 這個的話是我們這邊 特別為晚上的顧客 所推出來的 裡面有這個是 天麻松子跟核桃 它所熬煮出來的養生粥 其實一般人啊 都覺得說晚上要吃好一點 然後肉食事實上是進的比較多 那肉食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消化的時間會比較長 晚上來吃我們這個蔬食 事實上是最好消化的 因為這些蔬菜 都是對我們人體很容易吸收 那它消化的也很快 晚上要睡覺 事實上身體是沒有負擔的 你隔天早上起來 精神會很好 那我們這飲品啊 有沒有比較推薦呢 其實我們的飲品啊 一樣是很特別挑選 像這個咖啡的話 是我們義大利的伊利咖啡 不敢喝咖啡的朋友 我們有特別挑選一款 我們在地阿里山的紅茶 它非常的甘甜 那還有兩款的話 是針對小朋友的 南瓜優格 黑糖 去熬製的 珊瑚草 天然的膠原蛋白 我打包一口 我要再回家 我覺得我臉超滿膠原蛋白 最愛吃的就是一個南瓜優格 一個就是伊利咖啡 來這裡必定要喝的 色香味的這個 所有的那個佳肴 每一道我都覺得想吃 我們台灣的那個 在地小農種植的東西啊 都很好吃 然後我又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始味道 老闆娘也很環保 他就有用讓我們這樣自己餐具 這樣再用 雖然量不多 可是他都一直出城出心 然後很新鮮 我們也會告訴我們一些答案 所以大家在哪裡吃飯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今天啊 我們的蔬食啊 這間店 大家好像全部做門的 因為我這家店的蔬食 跟一般不大一樣 親愛的人 比較喜歡注重健康 那在我的店裡 是吃不到一些 蔬食的再製品 對 然後你也絕對吃不到 一些蔬食店裡面的素味道 那萬一不管是台中的朋友 或者是外縣市的朋友 來到台中玩的話 也都可以一起來 淘欄作愛的蔬食料理 歡迎來台中玩喔 歡迎 召喚